小伙空手套白狼开了一家网吧 连电脑都是忽悠回来的 前脚收钱收到手抽筋 后脚厨艺在线化身 重新狂磨 人手不够 得继续招人 最好能先招个会计 管账这个东西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 我看到一堆数字头都大了 现在就招吗 连老胡网吧那边就两家店 请个会计会不会太浪费了 浪费 呵呵 没有专门的会计 要是两个店的收银随便搞点手脚 钱少的可就多了 行 这两天我再取个牌子 有情好办事 陆飞这个家伙是不是发达了 将近二十万的门店数买就买 网吧不到两天就开起来了 这算起来最起码也要三十万的身家了 这还不算他又要买门店了 身价应该有上百万了吧 我这条件也不差吧 自己在这做房产销售 等等不就是他这种人吗 年轻又是同学又有钱 喂 陆飞老街对面咖啡馆见 找到了吗 有一出正在出手 跟你的要求差不多 我们见面说吧 行 一会见 哥去哪 买门店去 门店找到了吗 你怎么这样子 一见面就聊这个 怎么老同学不应该坐下来 叙叙旧吗 比较忙 说正事吧 你怎么这么不解公信了 没发现我今天不一样吗 我结婚了 啊 你都结婚了 对 报个富婆 不然拿来的钱开网吧 把我卖了也不止这个书对过 一身肥胶的中年妇女 强压路飞脑门上 你还真是挺特别的 没办法 现在这个社会 挣钱难哪 咱们还是聊样正事 那个我还有事 回头再说 不太好闹呢 剩了今天是第二站 可是那边合适开店的房型太少了点 而且现在基本不空 对了 找苏洪诚问问 他路子广 喂 苏总你好啊 陆总 你好你好 生意不错吧 我昨天路过你的店 生意火得不行啊 我觉得也很火 所以准备开第二家了 这不才给苏总打电话吗 哎呀 我就说今天心情特别好 感情是陆总惦记着我 你放心 老规矩 两线一态 我把陆总当兄弟处的 那我可要叫一声老哥哥了 好说好说 什么时候要 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本来还在担心 会不会被这几次给框了呢 不过这回就又给打电话了 要不是真有百点联系的计划 怎么可能这么快 又搞第二家 苏老哥 我是很想让你直接发货的 可是遇到了点难事啊 哦 什么难事 一句话 只要老哥能伸手的 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 有老哥哥这句话 我心里就有数了 老哥 我不怕套路给你 计划梳理第二家店 要开在富盛街 可惜找不到合适的门店 我看那边空着的门店也有 但是不合适开网吧 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帮我问问搞个门店 哎呀 我还以为什么是呢 我一个老朋友 就是搞房地产的 我给你问问 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行 那就谢谢老哥了 等你好消息 好好好 先这么说 做生意还是要多跟 这些老板接触 要融入到这个圈子当中 这才好办事 小军快下班了 回去给他做饭吧 回来了 去洗巴脸 休息一会 马上吃饭 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谁哭了 我高兴着呢 以前在家里 从来没做过饭 你要是喜欢 我天天做给你吃 陆飞 你变了 哪里变了 变好了 变得有点不像你了 我很难相信我们离婚 你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早知道是这样 我早都跟你离婚了 委屈你了 去洗巴脸 吃饭了 嗯 怎么了 谁说你可以上床的 不睡床上睡哪 总之 在我没有彻底原谅你之前 在没有复婚之前 你不能跟我睡一起 你可以不答应 我可以立刻走 行 多听你的 还有 在这段时间 你要是乱来 我会报警 你要是想 可以去找别的女人 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几年你调的还少了 以后都不会了 原本以为已经完好如初了 没想到 才刚刚开始 看来只能打地铺了 我不租 我买 啊 你要买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你等会啊 老弟 我再跟对方去唠唠 给你个十赛假 好 让你消息 老张 今天你可得请我喝一顿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老苏 不应该是你请我喝酒吗 我可是为了你把人家租库给得罪了 也得亏人家也不太想做了 不然真不好弄 行了行了 我也知道你男就别跟我诉苦了 所以我跟我那个客人不口活心啊 终于说懂了 当他把铺子买下来换了 你才怎么样 他还真点头了 他要买 怎么样 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饭了 必须的 老哥 搬成了 我请你喝大酒 好好 我等着那呀 你赶紧去安排把那边的铺子整理一下 让他们尽快搬走 绿房急得很啊 哈哈 老苏 我看是你急得很吧 你不也急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去把材料准备一下 行 会见 沉寂已久的商铺 终于又卖了一家 二十万左右的门面店 拿五个点就有一万块钱了 飞哥 我做梦都没想过 有一天数钱 能把自己数烦 每天花花的 太牛掰了 别急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这几天你继续招人 一号店还需要一个店长 二号店我想用不了两天就要开起来了 我们得抢时间 如果节奏跟不上 很容易翻车的 没问题 财务这一块你就先别招了 我来想办法 行 飞哥你做主 晚上有时间的吧 一起吃个饭 苏老板请客 那我可得好好喝一顿了 哎呀 陆总果然俊朗 一表人才 风度翩翩 我与陆总一见如故 哎呀老张 哎呀你看看我这 别说了别说了 先拔一杯再说 陆老弟不介意我替你拔他吧 这话说的 我自罚自罚 没那么见外 我以后还要仰仗两位老板 严重了严重了 陆老弟快坐 我让人上大菜 行 今晚我可就蹭吃蹭喝了 没问题 广告 陆老板 初次见面实在不好意思 我先敬你一杯 这有什么 介绍一下 我兄弟李文涛涛子 张总苏老哥 我答应过我媳妇以后不能喝酒 所以我兄弟带我没问题吧 来 我敬苏总张总一杯 哎呀 李兄弟好酒粮啊 我也干了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别客气 陆老弟 你的事老苏跟我说了 我跟老苏是老兄弟了 他交代的是我第一时间就给办了 那家店的人下午就搬了 你可以动工了 稍微装修一下就行 这是钥匙 你着急的话先拿用着 行 还要多谢两位老哥支持 都是自家兄弟 不说两家话 苏老哥跟你说了吧 我是买 不足 都行 陆老弟买或是租都行 无所谓的 要是买的话 我这文件也带来了 你瞧瞧 信得过我的话 我去给你办 一切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我就是干这行的 那就多谢张老哥了 张哥 不怕你笑话 我其实不只是想买一家店 我想买很多 不过地点这一块比较散 不知道张哥有没有办法给我搞到 很多 那是多少 我的计划是先在盛乐街搞一个 下一个地点定在东庭街 接下来是男人街 新盛街等等 现在起步规划是三十家门店 三十家只买不租 对 只买不租 乖冠农地中 一百家门店 平均二十万 那就是两千万 而且还有机子 一百家就数千台 机子一台两千 这又要一千万 加上门店的减装等等 这加起来又得三千五千万去了 虽然盛光电子是大公司 但直接砸三千多万出来 未免也太空吹了吧 难道我上当了 怎么 苏老哥以为我在吹牛逼 没这个实力 没有没有 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算他人好了 店跑不了 我倒要看看 你在搞什么闻他 兄弟 这个是包在哥哥身上 虽然我的销售圈子 没那么大 但同行里 谁不知道我张志阳的名字 这个是交给我包办 价格我给你压到最低 有张哥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那我们就注入到地 裁员广定 蒸蒸日上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亲爱的女王陛下 没个正行 真的没喝酒吗 没喝呀 你闻 你干嘛呀 一股胃 去刷牙 好的爷 小军 我这边生意越做越好 你那边的工作词吧 在家好好养胎 过几个月 我们换个大一点的房子 把我爸妈也接过来照顾你 你挺着个肚子不方便 也赚不到几个钱 正在多久啊 就要辞工作呀 一个月有八百多呢 我在家养着干什么 到时候等肚子大了再说 小军舍不得那八百多块 估计现在劝他也没用 等多阵子我这边稳定了 就把开网吧 这是告诉他吧 省得他整天想着这点钱 也是难为他了 为了以前的我操碎的心 我有罪 我一定要让你成为 最幸福的女人 小伙空手套白狼 五天内连续开了两间网吧 前脚数钱数到手抽筋 后脚却被手底下 工人的老婆疯狂挑衅 张哥 你这是一夜没事 再帮我收拾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这是应该的 现在基本收拾好了 你过来只要不往线 买机子就可以开业了 这是房产证 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 哎呀 张哥太客气了 行 给我账号 我今天就给你打过去 总共十九万是吧 不急的 不急的 我们做的是几百万的大生意 这十几二十万真没放在眼里 行 张哥真是够兄弟 那就麻烦您给我物色我的三号店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快一点明天就给你搞定 慢一点三天 这回我得回去补个教 忙了一夜 抱歉了陆老弟 好 辛苦辛苦 豪子 二号店买下来了 你安排人过来不往 好的飞哥 两小时后人指定到 手里现在有个十五六万 加上今天的营收 估计得有十八九万了 不过钱还是不够 继续拿房产证去抵押吧 于是陆飞又拿着房产 挣去了银行 又带了十一万出来 这才把张志阳的十九万打了过去 又只剩七八万了 还好苏鸿城那边的电脑款 可以拖一个月 喂 苏总啊 麻烦你再送五十台机子过圣乐街 这个门店收拾好了 陆总真是神速啊 五天开了两家店 我立马安排人送过去 好的 我在门店等你 师傅们辛苦了 还是老样子 帮我搬进去放桌子上 陆总真是财大急促啊 这网吧又开了一间 也多谢苏老板支持 那个货款的事 老哥 不是说好的一个月吗 哎呀 是这样 我本以为陆老弟战线拉得很长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一批货押一个月没什么问题 但再押一批 我也有点吃不消啊 这样啊 行 明天我给你先打十万过去 这苏鸿城应该猜到自己 与盛光店子无关了 不过没关系 你去猜吧 我也没想过坑你苏鸿城 哎呵呵 那自然最好了 老弟你先忙 我这就先回了 飞哥 飞鱼二号就这么开起来了 我头都是懵的 这也太快了 赶紧招人 我要在四天之后开第三家 未来可期 我不会亏待你的 放心 熟得很 得赶紧招个财物 然后把自己的店整体规划 弄一个正式的连锁公司 好管理 店肯定会越开越多 到时候一本糊涂账可不行 到了第二天一早 飞鱼二号正式营业 盛乐街人流量虽然比不上老街 但在这里开个网吧生意也着实不错 头一天的营收也有将近四万 但是生意火爆就会遭人眼红 活人街如此 飞鱼一号在老街火了一个礼拜 收了将近三十万的充值 斜对面开了第二家网吧 他们也效仿陆飞搞充值 收快钱 不过显然已经被陆飞 割了一层韭菜的老街 没有那么火爆了 我猩猩他的猩猩 逼我爆粗 这明显是抢生意 激动什么 行业竞争是正常的 开门做生意吗 这些跟风的只不过是小门小户 真正的老板还没出手呢 飞哥你不担心吗 我担心什么 这些小门小户跟风 是因为眼红我们的店而已 他们其实对市场不太了解 虽然学的有模有样 但始终我都比他们快一步 快一步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我们该收的钱已经到手了 他们后手再入 最多混个温饱 根本不用怕 我们的对手是那些游戏市场的大佬 他们可还没出手呢 浩子 三个店每天的钱 给我盘清楚一点 要是有谁敢动手脚 别留情面 立马送他进去 这我肯定下来去手 只是那一堆表看得我头疼 也是难为你的大佬粗了 我尽快安排专门的会计上班 这两天你辛苦一下 辛苦倒是不辛苦 我就怕做不好 没事 到时候我让财务整体计算就行了 我先走了呀 希望那些维持游戏市场的大佬们 晚点动手 因为我的出现会打破 原来游戏市场的变化 变革会不会提前到来 还是两说 但肯定的是 在不久之后 会迎来一场恶性竞争 虽然现在 以电拖电的方式在转 身上没什么钱 但我的连锁一旦成了规模 到时候就有办法和他们争了 今天你休息 我陪你一天吧 没事 你忙你的去吧 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我要去一趟腹中 去学校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自己去看看就行 说吧 什么事 我是你男人 什么男人 我还没原谅你呢 爷 没啥大事 就是小林在学校跟人打架了 把人家打伤了 人家要赔钱 你性子不好 过去容易添乱 就别去了 我爸在那呢 钱不够 我给他送点过去 小林把人家打伤了 对呀 我也搞不懂 他平时挺安静的 等啊 还是陪你一起去看看吧 你们一家子都老是芭蕉的 我可不愿意看你受欺负 你要不别去了 你容易冲动 别废话 走 臭丫头 胆打我儿子 信不信我弄死你 一家子乡八老 欺负我儿子 没叫养的东西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底样 磨你两下怎么了 要块肉吗 给我儿子道歉 跪下道歉 爸 情况怎么样了 姐姐 姐夫 还真动上手了 幸好自己来了 不然小军估计也要被挠 这一家子老实人 不被人欺负才怪 怎么回事啊 你谁啊 我是同小林姐夫 因为什么呀 你要动手打人 他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说吧 怎么赔 姐夫 是他先耍流氓 摸我屁股 怎么 你这个小S狐狸 你还有理了 你穿这么Less干什么 不就是被人摸的 我儿子摸你是看得起你 现在这么Less 以后还不知道 要干出什么事来 有事说是 不要骂人 骂他怎么了 他要是不勾引我儿子 我儿子能摸他 也不看看什么德行 还打人 我要他下跪道歉 再赔一万块 你儿子耍流氓 还要我们赔钱 还真是霸道 就霸道怎么了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信不信 陆飞 别惹事 别惹事 小伙子 跟人家认个错 赔点钱就算了 我们学校也不会 给佟小林寄过的 这事就这么算了 就是啊 你得罪不起人家的 低个头算了 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别怕 姐夫在这呢 我这个人吧 其实还是蛮讲理的 但遇到不讲理的 我也可以做有忙 干什么 想打我呀 来来来 你动我一下试试 动一下试试 算了算了 别动手 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赔点钱就这么算了吧 就是别冲动 你这样的 惹不起人家的 陆飞 算了 算了 算不了 不是要打我吗 来呀 一家子穷鬼 你废了 我告诉你 你废了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我打变化 孩子他爸 你死马去了 赶紧来学校 你老婆孩子 被人欺负了 有种的别走 我不走 我等你男人过来 别怕 嗯 王浩他爸我认识 很有钱的 前几天还给副校长送了礼 好几百块钱 眼睛都不眨一下 大老板啊 我一个月工资也就六百 这一家子惹祸了 穷苦人家跟人横什么呀 真是的 一会怕是连道歉的机会都没了 没钱就不要出来装 装出事了吧 哎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是小不了了 娘的 哪个瞎眼的 感动我老婆儿子 没死过是吧 婆娘 你没事吧 你管我干啥呀 叫人给我打他 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你看看他们把我打的 脸都肿了 挖了个八字的 谁打的 我打的 陆老板 你 你怎么在这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看他没穷酸样 哪像个老板 你给我闭嘴 小伙空手套白狼 五天内连续开了两间网吧 前脚数前数到手抽筋 后脚却被手底下工人的老婆疯狂挑衅 陆老板 你 你怎么在这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看他没穷酸样 哪像个老板 你给我闭嘴 原来是王大纲 包工头 二号店和三号店 在张志阳手里盘下来的时候 就是他接的手 现在第四家店也正是他在搞 虽然是剪装 干得快 但钱没少挣 简单处理一下 他们四五个工人 一天到手两千块 这个钱是真的好挣 这是要是别人 我肯定给自己老婆儿子出头了 但陆总不行 张老板说了 陆总要开三十家店 这三十家店张老板一定会找我做剪装的 陆总 那可是我的财神爷 万万不能得罪 陆总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老婆没什么见识 得罪了您 实在抱歉 他打我 还打咱儿子 你还跟他道歉 我让你有什么用啊 你给我闭嘴 回去我再收拾你 什么狗屁老板 跟我们不吃一碗饭 有什么关系 你看娘的闭嘴 他是张老板的大客户 张老板都要发解他 完了 要不是张老板把这个包工的活给大纲 大纲现在还在干苦力 要是他跟张老板招呼一声 包工的活不给大纲 我们家就完了 没有钱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不好意思啊 是我错了 我给您道歉 王师傅 你得好好管教你家儿子 这么小就耍流氓 上了社会还得了 是是是 陆总教训的是 回去我就吊起来的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起来吧 这是就这样过去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谢谢陆总宽宏大量 陆总 那我们就先走了 嗯 去吧 小林 没事了 回去上课吧 谢谢姐夫 姐夫 我太崇拜你了 没事了 赶紧回去上课 这老丈人真的是个老实芭蕭 碰到外人连话都不会说 特别是碰上这种有钱人 自卑倒话都说不出来 从头到尾过来就是挨打挨骂的 怪不得小军要过来呢 小军也一样 任老实 被人欺负是肯定的 得亏自己今天过来 要是不过来 还真要被王大刚那位老婆给欺负了 啊 小军 我们也回去吧 你什么时候成了老板了 啊 这个事我还想跟你解释来着 我跟朋友一起开网吧了 那个王大刚是个包公头 认识我 你哪来的钱开网吧呀 别干什么犯法的事 我不会犯法的 放心吧 我还要陪老婆走完一生一世呢 别贫嘴 我们还没复婚呢 我不要你大富大贵 我只要你安安稳稳的就好了 以后不要冲动 打人是不对的 是那女人欠收拾 这件事本来就是王大刚儿子找事 欺负小林 你爸和你就只会获悉你 人靠一中马靠岸 今天你要是穿的体面过去 对方就不敢这么横 回头去买一些体面的衣服 再买点首饰啥的 给自己标榜标榜 成一个阔太太 我买那些干啥 显摆啊 上班要穿工作服 穿不到 日子过好就行了 其他的不重要 当然重要了 王大刚才挣几个钱 你看他老婆 穿的人母狗样 拽的二五八万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他真的有多牛逼 他一看就是个败家娘们 你也可以做个败家娘们 你老公养得起你 去去去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那样的人吗 得 回老家的计划泡汤了 我打个电话 和我爸妈说下吧 免得他们在那等 喂 爸呀 是我 陆飞 臭小子到了吗 我这就骑三轮车去载你 有点事情耽搁了 我得下周再回去了 这样啊 你妈还一大早去摘菜了呢 你不会又惹事了吧 没有没有 是真有点事情耽搁了 下周 下周我和小军一起回去 那感情好 到了给我电话 行 你和妈说一下 叫她别等了 成 就这样吧 张智杨的速度 不是真够快的 每天都在给陆飞 找他想要的房源 三天 又弄好一家 一切都弄得有条不紊 就等着给陆飞过户 哈哈哈哈 钱到位 太爽了 出货 收钱 出货 收钱 陆飞也没有真的压我 一个月后款 这回总算放心了 只要钱到位 是不是跟圣光定死 有关系 关我毛事 从身无分文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要开第四家店了 在这个年头说出去 是要吓死人的 空手掏白狼玩出 我这种境界 也是没谁了 不过我现在真的 佩服那些真正的大佬 自己是带着 二十年的记忆回来的 才能有这种 走高速形式的发展 那些大佬 能在这个时代崛起 每一个是简单的 陆老弟 已经过户好了 我给您物色下一个店去 行 张哥辛苦一些 明天我给你 把款子打过去 不急的 不急的 我还不放心陆老弟吗 那你先忙 我回去睡一觉 明天再跟新盛街 那边的去交涉去 行 张哥慢走 其实现在真的很穷 一号电营业了12天 收了35万 二号电营业9天 收了30万 三号电营业了5天 收了25万 一共有了90万 现在又要付房子的款子了 后天再付机子的钱 加上装修 后天手里还剩不到10万 老店的营收一天比一天少 马上要发工资 还有胡老板的钱 都是钱 我现在终于知道 未来为什么那些搞房地产的 明明房屋已经足够多了 还是不停地拿地盖楼 然后继续炒高房价 搞得明不聊生 不是他们愿意炒 而是停不下来 一旦停下来 这种累积起来的大山 就会瞬间爆炸 陆老弟 你这个扩张的速度 真是让我汗颜哪 每开一家生意都爆满 算我一股倍 行啊 我正找不到合伙人呢 现在已经确定 陆飞跟盛光电子 压根没一毛钱的关系了 当时就是为了 让自己给他降价 不过这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主要是钱到位 算了 我还是不挡陆老弟的财路了 还有事 先走了 今天女儿回来 行 回见 现在缺钱的很 有人投资我当然乐意 不过我这个做法 也就是涛子不懂 信任我才会跟着我干 其他人知道了 估计都要被吓死 陆飞拿着房产证 又跑到银行去了 用房产抵押贷款 陆飞已经熟门熟路了 不过今天来到银行 听到陆飞 要用房产抵押贷款 那银行的柜台员 就按了座机电话 直接打到行长办公室去了 这个年头 在短时间内 动用如此频繁的资金 而且接近上百万 绝不是一般人 必须得重视 要是他肯把 其他银行的资金 挪到我这分行来 那我的业绩 就非常好看了 陆先生稍等 我们行长马上下来 行 我先去上个厕所 娘的 瞎了你的狗眼 呦 陆飞 怎么 来去以前啊 是啊 那么巧 陆飞 二叔的儿子 二叔干工地的 本来我们两家日子 也算过得滋润 也长而来往 可是自己出了试之后 就没联系了 没想到在这遇上了 阿辉 这个人是谁啊 我一个堂哥 是个混子 不过是个被人骗的傻子 之前跟人家上赌桌 被人骗了几十万 欠了一屁股债 他老爹老娘 差点被他气个屁了 为了还债 他妈还到我家去借钱 那你借了多少呀 借 借个屁的 这种钱能借吗 借了一辈子 就拿不回来了 但毕竟也是亲戚嘛 我就甩了他妈五十块钱 让他妈去买点猪脑子 补一补 哈哈哈哈 你好坏哦 堂哥 你现在学乖了没有 不能再出去鬼混了 更不能上赌桌 不然我大伯家里老房子 都要被你给祸祸了 听弟弟一句劝 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我爸手里懒了个活 正缺人呢 你要不要过去 但一天十五呢 这货哪来的优越感 自己以前的确混蛋 没什么好辩解的 不过以我现在的高度 去和他争辩 我会觉得自己是个智障 一家子失利盈 赌债不肯借手的过去 但是后来父亲病重 跟他们借几万块钱的救命钱 他们也没有借 只能怪自己当初不争气吧 不必了 真的不必了吗 堂哥 我可是为你好 你竟然不领行 不是好人心的 就你这样的能上工地 还得脱门路 你还嫌弃 你想肯一辈子老吗 丢不丢人的 我都替我们老陆家丢人 你他娘说完了没有 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事吧 得 做弟弟的多嘴好啊 这位就是陆先生吧 果然年轻有为 李仁卢江这里的行长 阿辉 人家是不是在叫你啊 哎呀 陆行长 幸会幸会 陆先生 久仰久仰 行长 搞错了 这位才是陆飞先生 抱歉抱歉 陆先生 我们房间离请 走吧 辉哥 他给行长请过去了 不是 凭什么 凭他个二流子吗